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 Master大战人类高手的对局精姐 我是贾刚璐 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著名棋手 谭笑棋短 大家好 我是谭笑 对 谭笑今天你是带来了一盘自战结束 这也是我们人类棋手对Master的第47盘对局 然后你觉得你跟他下 就是在下之前还有下之后的 就是心态上都是什么 下之前其实挺紧张的 就是内心比较激动 然后因为之前也是他一直也没有输 然后看得起非常厉害 然后感觉能跟这样一位高手下 感觉很高兴 但是就又想尽力的下好一点 所以就是也很激动也很兴奋 对 那下完之后呢 你觉得就是 下完之后很失落 因为被虐得很惨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是我直白棋这盘棋 对 这盘棋是Master的黑棋 其实我在下这盘棋的时候一直在纠结 要不要下模仿棋 对 因为其实大家也挺好奇的就是 模仿棋Master会怎么应对 但是我又想下模仿棋 又想到底是应该按自己棋下还是 所以说有点感觉心态有点不太对 听你这样分就是跟大家分享 感觉你有点患得患失的 对 所以 虽然这可以看现在是一个模仿区的格局 然后布局其实也挺正常的 对 然后一起挂 你马上就放弃了 对 当时我还想按照自己的棋来下 所以这是 本手 然后黑棋二间高架 白棋凡架 对 都还比较正常 对 现在 我从现在的视角看来 我这棋可能现在应该去 还是那边大 就本身是挂了反家之类的 对 比如说黑棋 黑的如果走 我会反家在这里 然后黑的压 我长一下 这样就是 然后我长 这样是选择一个布局比较快的这样格局 而且就是从事后看的话 就是上面这条边会宽一些 所以还是要骑从宽处走 这条边线 就是要窄一些 所以说那边可能会更大一些 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当时的话是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地方大 就一种感觉 这个对我们人类来讲的话太难了 这完全是判断不清 因为觉得就是现在的话 选点可能会选出十多个点 就是觉得走哪都可以 但这首棋就比起你刚刚的挂脚的想法应该是要更立战一点 对比较积极的一首棋 这是 对但你本人的棋风来说 你觉得你是更倾向于 就这种控制性的还是万战一点 因为我是觉得这局面当时觉得下这个还不错 因为我就想办法让它这一下变成亏的 但是可以看下部棋我一肩顶的话 对比如说它如果在这一带定性 无论怎么定性之类的 对 我一肩顶的话 它这个挂脚和我跳的交换是一个明显的损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它这下是损 然后我走肯定走不成这样一手棋 所以我当然觉得这一手棋 其实对这两边都是挺好的一部棋 所以我就选择下这 但是这样马上它的一手棋 就应该挺出乎意料的 对 这部棋 是我从来没有在脑海中思考过的一部棋 因为像在这些局部 比如说悬点 拖 点脚 飞 甚至从外面走 这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然后以后比如说出头的话 是跳出来 所以它走在这部棋 当时我就感觉 至少感觉头眼大的 因为这部棋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 然后一时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这选点我是可以选择 摘或者选择尖的一个这样的下法 或者选择冲短 更积极一点 那你现在看 如果现在让你选你觉得 现在让我选 我应该是会走在这里 这样的话就是你头软一点 但是它的眼位差很多 就是我的意思是 比如说以后跳出去 比如说它现在走这种 对 打个比方我尝一下跳出去 然后黑的这时候应该会选择这边走 然后 我可能在这一带 就是 继续扬弓这两个子 反正它现在得走 它如果这两子被我吃了的话 下部棋一手吃了 那它还是损失很惨重的 嗯 就逼着它这边得走 对 但当时也是就比较快的要在这个ABC做一个选择 对因为就是30秒一步的棋 所以当时完全是也搞不懂它这部棋是什么意思 嗯 所以当时觉得粘运 因为按常理来讲 它这两步棋是肯定是损的 就是不管是以后点脚 还是从这边来 或者从这边来 它都有可能是损的 嗯 所以你就觉得它这个交换不便宜 对 就是本身的话 它亏的可能性比较大 嗯 所以就是这样 比较普通 然后会去飞 但是 当时我就想 如果这期我还走来这的时候 我发现它这两步棋是便宜的 嗯 这个交换 这个交换 比如说黑的就算搬一下 所以这一句不让白的走 白的已经没有好点了 嗯 本来是白的黑虎在这里 这个鞋 等于点一下是便宜了 它这样 嗯 这样它比如说再从上面或者下面怎么走 都是比之前要好一些 对 但是如果你不尖的话 你的这些跳的话 你这个子又不如在3 又不严厉 因为现在跳 它打比方还走 那么我是不能从外面走 嗯 所以只有它飞或者点脚 所以它都误锁了 对 它有转身的余地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当时就这两边的招法都不够满意 嗯 你就选择了一个拖 因为这拖也是之前那个 肯定是 有一个连贯的思维嘛 嗯 就本身这个子 就是瞄着这个拖断 对 就说黑的只要顶了飞 我肯定就是拖断了 嗯 嗯 然后 一场 因为在我印象中拖黑的搬完之后 是一个白的战斗有力的一个局面 嗯 因为好像黑的不是特别好走 否则白的走着 黑的肯定都会顶了飞 嗯 因为本身白的反驾的时候 黑的顶是比较少的一个棋 嗯 对 但是当黑气尝完之后 然后呢 对 这时候白的可以选择打吃 这样吗 嗯 这样黑的在吃 翻吃 白的提一下 好 这时候我提起发现它这两步又便宜 嗯 你就突然觉得当时不知道它啥意思 对 我当时突然发现 哎 它为什么哪个图这两手都便宜 嗯 所以我感觉当时就是 影响黑挺大的感觉 嗯 它便宜在哪了呢 就是现在我 如果继续打吃黑提掉白的粘的话 那么黑的是可以选择直接从上面推过来这个图 嗯 这个好像便宜的很明显 对 可以拖一下 然后一盖住 这样白的如果只是单纯的吃 就是这一个字 那么白的肯定收获太小 黑的上面这么厚的一个笔 就一跳过来 黑的全局太生动 嗯 外面都是黑的字 所以这个图当时我觉得是不能考虑的 就是被黑的封在底下 嗯 所以你看完这个图之后 你就想下的更积极一点 对 一般是觉得一个图不行 那么只能选另一个图 对 然后黑的立下 反正当时我是从来没有下过这个局面 嗯 就这个定型 嗯 然后这样就也挺必然的 你只有贴 贴 然后 黑的扳 扳 然后白的靠一个 嗯 然后它扳过 对 这样可以等于保留这一下打吃的 白的上面头软一点 嗯 其实这时候 嗯 白的正招是应该单长的 嗯 但我当时 嗯 有点侥幸的心理 嗯 我当时觉得这虎一个 它是不是也会打 啊 就如果你能虎大的话 你可能有便宜 这样我打 或者 这样我打的斋或者单长 都是白的便宜吗 就能够交换到这一下 对 因为如果白的单长 黑的会退一下 这样白的等于该拐和这个三路 四路和三路交换一下 嗯 是肯定便宜的 所以当时我就想 我这虎它是不是应该会打 嗯 对 当时是有一个这样的侥幸的心理 那你说侥幸心心理 就说明你肯定有怕 对 当时我是比较怕外面黑的顶力的 啊 哦 就你 你其实看到顶了 对 但是你就是想试一下 我在读秒钟 我觉得还是 抱有脚性心理 而且我觉得它是不是 就是会这么吓呢 然后实战我们看一下 然后当我虎的时候 它只用了一秒钟的顶的时候 我当时脸有点黑 心凉了一下 觉得还是不能 脚性心理 对 就还是不能存在脚性心理 嗯 我们看顶完之后 这个Master还是不会轻易的 错过这个手段啊 这时候其实我当时知道我 这把戏基本上已经完了 就很突然的就完了 对 反正这 这已经很难办了 白的时间长 黑的贴 对 黑的有这几个交换之后 它可以在这边 对 它等于不是从三路挡 为那点空 它是从外面把白的给封进去 嗯 这个太狠了 对 这白鞋很委屈现在 对 现在其实 白的这块活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被黑的这样包进去 好像 这个鞋是不太行 对 就本来这种鞋还想提的 对 但是被立完之后 鞋性肯定提 提完之后 好像突然 也得往这种地方下切 那还不如把这个子放在这 对 所以实战是立了 走 黑的打直了一下 对 但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就是这一上来 肯定是白棋损失惨重 黑的是不是先压了一下 这点 打完压 压 然后一护 下到这的时候 就白棋很难了 这个时候 对 很难了 这时候是一个非常困 因为当时是这白的 如果这棋可以打长出来的的话 嗯 那么还能下 就是把黑的分段 但是现在黑的可以爬在二里 哦 直接灭你的眼 对 先不出头 把白的这个摘着先手 摘黑的顶 那么白的从这打出来 刚好是一个 就是黑的肩穿 没有用的一个 嗯 白棋自身的气也不是很多 所以这边 对 只要是现在封不住黑的 白的是不行的 嗯 所以这手白棋也不太能反击了 就挺苦的这样 而且对于master这么好的一个掌控能力来说 对 下次到这儿你就 其实你心里 我是知道这期已经完了 嗯 对 但你后来也是做了很多努力 很多拼搏 嗯 但好像始终被这个master掌握着局面 对 它主要这一下 在后来时候 还做活的时候 我发现 又便宜了 对 这一下 首先它从外面飞 这一下就便宜了 嗯 然后从底下做活 然后这一下又便宜了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棋 它想的还是确实很远 就是好几个图都是这个棋 都是便宜的 嗯 就是我想把它变成亏了 但是它始终是在占便宜 对 而且你多少有点受这个想法的影响 就让你在后面的棋 对 也有一些波动 对 这可能也是我们人类相对 呃 比较弱 就是一个缺点吧 对 容易受影响 对 对 所以那么在这个地方的一些 侥幸心理和你之前的一些 犹豫患得患失的综合考量 就让你比较遗憾的 就没有怎么发挥你的水平 对 感觉像那个大人和小孩一样 就一推就倒了 对 而且主要是 可能你真实的水平并不是 至少应该不会是这样 对 对 对 所以还是很遗憾的 然后也希望就是你以后有机会能够弥补你这个遗憾 对 再学一盘吧 对 好 那也感谢我们谈笑气端的就是自我 又在自己伤口上再撒了一次盐 然后也感谢亲密朋友们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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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